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2024年最新的韩国游记 当中一包手信 这包手信是我第五天 早上9点回来 在机场买一些产品店铺 买一包年糕回来吃一下 这些年糕已经配襯好了 拿出这些东西有什么作为呢 话说小弟 四五年前去韩国吃过韩国的卡邦尼板年糕 卡邦尼板年糕是韩国做开西餐的 做一个卡邦尼板年糕 做法是用烟肉和汁醬 这次我们做一个港版的 火腿芝士 可以叫做卡邦尼板年糕 之前我做的菜式 很多时候都是用罐头忌廉汤 但有些外国网友说 我们没有罐头忌廉汤 有什么方法呢 不要紧 有些花奶就可以了 材料一眼看完 原本的烟肉 我用火腿芝士去代替 大人小朋友也喜欢吃 切三分一的洋葱 两片芝士 一只鸡蛋 有些花奶 什么还没做之前 我们都要看看这些年糕 看之前有没有 基本的菜式 都是教你 如果用火腿芝士 用100毫升的水 加热 没有煮多久 提示 如果大家懂韩文 就和我翻译一下 我们来看看 什么模样 咦? 什么都没有 哦 原来一包粒年糕 还有两包汁 这两包汁 我又决定不用了 但这两包汁 你不要把它放进去 你会做韩式部队锅 也有用的 我们就先切洋葱 如果这些洋葱 你不是一致过吃光 那我建议大家 就这样打开 打开后 用保鲜纸包回去 放在冰箱里 可以 再切头切尾 先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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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卡邦尼年糕 或者卡邦尼意粉 甚至乎 你可以用烏冬去做也行 放在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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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会更香 火腿我用两片 切成丝 就可以了 这道菜 简单易做 不难处理 材料也很容易买到 准备两片芝士 调味相对简单 少许黑椒 少许鹽 少许鸡汁 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说 我这道年糕 真的兴趣不大 那你就可以用烏冬去代替 也可以的 但是有包年糕 就做一包年糕 要煮多久呢 因为它的包装 它也没有尺 但是现在 做下去 它也挺硬的 它也没有说要浸水 也没有说什么 所以直接拿去煮 但是煮之前 这些我们也要拿起来 这些不是什么 调味料来的 第一步 我们要先烧点滚水 我就不跟它的方法 用100毫升 一起煮 那我们就 倒转的方法 那我们就预备 预备 多一点点滚水 首先呢 我们就先煮 淋了些年糕 我们把它放进去 我们把它放进去 煮多久呢 这样煮到年糕 软身为止 这个年糕我相信煮3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开火先了 慢慢烧热正锅 这样我们就加少少油奶 这样煮这些 我们加少少腩油奶 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 接着我们就放中大火去 那我们就先把洋葱炒了 轻轻炒香去就可以了 那洋葱炒香去的同时 隔了一些 那些年糕 那你都要动一动 肾旁的黏底 顺便检查它 看看既能很快的 那些年糕 大概煮了2分钟 那我们这边 那些洋葱 我们就放一些 黑椒 好 调一下 调一下 第二个调味呢 就是放一些盐 下去 放一点点咸味 由于火腿 就没有那些烟肉 本身那么香 如果用烟肉的 盐和鸡汁都不用放 但是我们现在就加一些鸡汁 下去 接着我们就加适量的水分 下去 接着我们就把芝士加上 让它煮溶下去 让它煮熟 与此同时 那些火腿都可以加上去 接着我们又 放一些花奶 当是一个鸡汁 煮熟了 现在可以试一试咸度 汁很稳 现在我们来看看年糕 那我们拿上来 看看芝士 它剩下一点点 白白地 就可以了 大约煮了5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可以把年糕 全部放在这里 和白汁一起煮一煮 那些年糕下来之后 那我们就等它煮一煮 让它有一阴味 那你不要现在看它很稠 因为煮一煮一煮 那些年糕 它都会散发出一些 它本身的糯米粉 那和汁会有点混合 那现在我们再煮一煮 那我们这盆滚水 也不要浪费 那我们要做一只蛋 那我们关了火 那我们就把鸡蛋放进去 关了火 让它浸浸就行了 2-3分钟 接下来看我们的年糕 那用这个方法做 你不单做年糕 比较特别 你也可以做乌冬 最常做的就是做意粉 火腿芝士和意粉 如果小朋友不喜欢吃洋葱 就可以散却了它 那你也可以用来烤公仔面 也可以的 以前,再要并非洋葱 然后可以把它套爬 烂公仔摆 整個月差不多有10分鐘 很容易撞得斷 這樣就差不多可以了 幫你的汁收到一定的濃度 如果你有小朋友吃的就現在好起 如果想吃更乾身的就炒了兩三下 到最後的這個階段 我們就可以放多一點牛油 牛油就不要一早放 現在就可以關火了 一個簡單快捷版的火腿芝士會連糕 也可以叫做減變版的卡邦尼連糕 煮出來煮出來是沒什麼汁的 到最後就把溫泉蛋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要是可以收拾一下 不想蛋白這麼肉酸 可以整隻雞蛋放進去浸 浸完再打進去也可以的 去到最後面頭的 再放一點點黑椒 如果你有芝士粉或芝士碎 可以再加一點上面 一個簡單快捷的火腿芝士白汁會連糕 也可以說是卡邦尼連糕 也可以是韓式版本 正如我剛才所說 不喜歡吃連糕的 可以用意粉去代替 或者可以用烏冬去代替 至於汁液控制方面 一開始就煮多一點汁 然後就慢慢收拾 特別是連糕 多一點吸進去 就會比較入味 喜歡吃韓式連糕 可以給我一個讚 喜歡吃卡邦尼爾粉 訂閱職人吹水頻道 如果兩種都喜歡的話麻煩 現在我的頻道會完結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支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我什麼時候都說 懂得看片尾 片尾有什麼要看呢? 當然是 弄一隻溫泉蛋 你看看 唐心的溫泉蛋 再拌一拌 連蛋汁一起吃 嗯 幸福的味道 這個年糕 你還可以加芝士 或者加芝士粉 進去 放在焗爐那裡焗 也是相當好吃的 焗完再加溫泉蛋 放在焗爐上去